我是一個專門補泰路的財富 已經黎泰路了黎二三十名了 這段時間中在黎泰路的財富很多 因為我們的泰路越來越大、越長越來越長 因為泰路是長、長、所以容易破 不管我們的功勞或是結構貼也會變 這個磁鐺也沒辦法去黎泰 結構貼也會變 而且還是很長 做生我們這個廣宗人員的貼甲的生好 和泰路法的生好 我開始有這個故事 要如何來改變這個磁鐺的財質問題 頭一個問題 我們要為它的財質來做一個改質 因為在我們所有的產品 包括我們磁鐺的財質 就是它潤、美化、還有氫 這就是磁鐺的財質 所以我才想要來用磁鐺、複合式的材料 來掀刪我們這個合作磁鐺之間的泰路 另外因為磁鐺天神 它是輕、還不會破 這個營地我們重逢的時間 我們已經很久了 叫磁鐺的財質 因為磁鐺的財質財是中心、空心的 它就要頂角 然後後才會再做起來 因為磁鐺的財質財 它用阿門戸黏不住 我們就要有一個特殊的設計 就是把磁鐺作成 主堂後面 我們有杜貝的膏 來讓這個阿門戸來黏 所以它後黏後黏不住 因為我們這個用磁鐺、複合式材料 所以我們做出來的磁鐺的態度 它表現用我們這個專業的技術 所以它做起來 它的質感都向我們的態度 完全受傷 那人比較漂亮、那人比較緊 以後我們公司要來照著 地板、木地板的方向來做 可以耐磨 有這個冬、暖、夏、涼的感覺 不像人家說 自爭冬天、冷、雞、雞 這是我們未來公司要照著方便的發展 我們樹缸磁鐺的特色 它就是我們舊的拼、舊的態度 我們都不用站起來 我們都可以緊張時間 它很薄的,還沒看 在這個時間中 我們可以減少很多的這個 人力和緊急 以後希望大家選用我們 節能減碳的新建材 樹缸磁磚 保持團體 потому,我們希望大家